一场激动人心的航母着舰资质认证即将开始 海军航空大学首批生长模式的飞行员 将在这里完成自己的首次航母起飞和着舰 他们是否能成功晋级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需要在复杂的大洋环境下完成正常起降 这就要求飞行员有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心理素质 张雨亮是第一个进行着舰认证的飞行员 他正在进行飞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压力和基带并存吧 因为自己经历了一年多的训练 能把自己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的话 应该可以安全顺利的将飞机落在航母上 张雨亮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向着辽宁舰急速飞来 调整姿态放下尾沟对正跑道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尾沟牢牢挂住了阻拦锁 战机稳稳的停在飞行甲板上 随后居贤叔张瑞一怨明正等人也依次准备起飞拙见 我现在感觉还是充满信心 而且我也比较期待 会对各种结果有一个预期吧 不管是失败也好 包括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特情也好 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他 我是比较有自信的 我现在就是一种 就是去迎接使命的那种感觉 现在心态更多的是一种兴奋 紧张对于马上要自己要实现梦想的一种 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 经过多次起飞拙见 所有飞行学员全部顺利完成 拙见资质认证考核 成功晋级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同时创造了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以来 单批认证人数最多 平均年龄最小 飞行时间最少 认证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 翻开了新的篇章 对舰载战机飞行员而言 上舰只是一个开始 而仅仅自己的开始 未来还有无数次的跨速 我感觉更贴切地讲 应该算是实现了一个阶段的目标 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们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还需要在这一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在飞行结束以后 整个河河河河沿路安静下来以后 大家可能在休息的时候 我自己就要在加班上吹吹海风 感受一下 顺便心里再为自己开心 祝福一下自己 终于圆梦了 高飞过后 对于这群年轻的飞行员来说 他们将迎来飞行生涯中的幻育 在更严格的训练中 在各种任务中磨练自己 摔打自己 让自己成为王牌中的王牌 我希望自己能够让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是那种吃生菜打牙上 或者是去海外的基地的住训 我希望我能在30岁的时候 完成舰带机的自武剑和夜剑的汉部自治认证 我希望成为一名很全面 很合格的一名战斗员 希望自己的视野要更宽阔一些 让自己的视野广阔一些 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也为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 这群年轻的飞行员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伟大的强军梦 让我们一起祝福这群可爱的人 致敬竹梦海天的高尖上的舞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